大家好欢迎收看 要你鼓掌 我是芳荫 我是袁东霖 老师我们今天又要恭喜家族会人 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涨停板 节目首先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不要忘记加入袁老师的Line App 才不会错过老师分享的标股 袁老师的个人频道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别忘记锁定到最后 因为我们还有乱乱买也有一波台 老师今天台股盘中一度开航走高 可惜尾盘的时候 翻黑下跌了36点 那高低震荡超过了100点 这样的走势下有什么值得我们观众朋友留意的吗 好那现在是进入这个震荡盘的这个特色 目前就是要转换这个题材 因为到3月31号之前 要公布财报 然后之后就会新的题材出来 成长股的题材出来 好那今天这个上礼拜五 这个美国股市涨列互建 那费半稍微涨了一点点 那倒数跌了比较多 好今天盘中的这个新台币是升值了 升值大概0.7角 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有关个股的就是说 中国官方呢 他禁用Intel跟AMD的这个晶片 所以他这个CPU的晶片就是会有利到谁呢 有利到金利科 微胜还有金星科这三支 所以这三支今天都蛮强的 好那亚洲股市就是也差不多是涨跌互建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呢 今天就是在这个支撑附近 支撑附近来在持续在震荡 到尾盘的时候最后一盘才杀下来 跌了36点 今天收债20,192点 对 那今天的我们看 对我们看到这个类股行情 这一柱晴天 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电机类股 电机类股这个重电类股 哇今天还是 虽然这个两位大哥被抓去关 华晨还有这个市电被抓去关 他们还是非常的勇猛 这个重电类股一直独秀 所以成交量有些就被他们这个抓过去了 电子类股只有64% AI概念股只有16% 半导体有19.5% 对都是比平常要小 好那这个我们说到3月31号 之前要公布所有的年报 对所以这些原来的这个 比较投机的炒作题材呢 现在会渐渐渐渐转换成变成为什么呢 变成为业绩成长的股票 那这也是就是在 第二季下半年这个重点的这个标题 就是会从这些股票当中挑选出来 比较有潜力的个股 好那今天的这个外资卖超了91亿 然后他们这个投信 买超26亿 经营商买超10.5亿 好那那个期货的部分呢 他们仍然是空 也就是避险 仍然有5000多口的这个避险空单在这边 所以这边他现货卖 然后这个期货也空 就是等于是稍微要稍微谨慎一点 好那容积于上礼拜五又增加了9亿 来到了2779 又持续创了这个一年多的这个新高 那就是散户呢也会跟进 就跟进一步余虑 好那台积电 目前仍然是持续在震荡 在700元到800 700元到750 750到800元之间的这个相性整理 持续在这边整理 台积电在整理的时候 当然大盘呢也相对的 也就是跟着整理 那但是台积电的未来的买盘呢 可能会因为外资 因为为了如果说2017年 他们的这个持股有80%的话 对然后现在只有72% 那未来要补的这个股票很多 所以会支撑了 那加均股价的这个加均指数 就是目前仍然是呈现震荡的 一个特色 就是在这个区间震荡 在区间持续在震荡 好那高价股今天是跌的比较多 红的是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四星KY我们讲说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类似 这个一个长黑 然后一个十字线 是缓缓缓缓的走高 那即使有这个突破 即使在这边 那如果说可以一根中长红 突破了这个3700块这里 那这个四星的股价就会转强 那IC设计股票 表现非常强 对大部分都是红的 那就是譬如说这个 金利科威胜就是涨停板 就是因为那个AMD跟Intel这个消息 是 AI概念股是一半一半 那个涨跌互渐 那伪创的部分呢 仍然是在这个相形整理 就是110到130之间持续相形整理 现在就是处于在这个中间 持续整理 看看未来呢 要往这个130压力区来测试 好 在我们的当中美码 我吉波塔之前呢 拿出你的手机扫描 我们的QR Code 掌握美日市场最新的潜力 黑马股 你的按赞跟留言 都是老师解盘的动力 老师我们接下来看到是新复兴 哇 今天这个新复兴又很强 又在创新高 就是 我们从之前 这个已经报了很久 之前 然后持续 今天又在创了这个新高 来到88.4 就是有这个特性 强者横强 持续在持续创新高 好 那所罗门 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是 黄伦勋他在GTC大会上面 站在这个所罗门的这个logo前面 这个下面 大家如果看到眼尖的部分 就会看到说他在简报的时候 所罗门的logo就在这里 就是所罗门 那他是3D 这个相机结合AI导引机器人 可以在杂乱的这个环境当中 挑出你所要的这个物件 这是非常非常强的功能 所以未来这个AI的应用范围 越来越大 所以这中端应用当然就包括 人形机器人 还有自动化的这些设备 好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机器人 这个概念股呢 自动化设备的概念股非常强 好 那所罗门呢 我们在这一天 推荐完了以后持续涨停板 今天又继续涨停板 非常非常的强 恭喜平台会员 对 好 那这个上银 它是一个自动化设备的一个概念股 是 我们在2月19号那时候 2月19号这是周线图 突破的时候也就跟大家讲 然后结果整理 突破以后整理 然后今天又继续创新高 好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上礼拜五我们在财经急诊室的时候 又再一次提醒大家 上礼拜五在这个地方 再一次提醒大家 就是说这个 因为所罗门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关系 地表最强的这个机器人概念股 那一天都跟大家介绍 上银是其中的一支 那今天拉出掌停板 大银为系统就是上银的兄弟公司 是他们同一集团 那我们在这一天跟大家推荐 那跳空开高 然后整理两天以后 今天又拉上掌停板 对非常的强 这个大银为系统 好那另外除了除了这两支以外 我们在这个财经急诊室 上礼拜五财经急诊室 有跟大家讲这个机器人概念股 包括临滑 是今天盘中拉到掌停板 收盘稍微涨了9%左右 临滑这也是非常强的概念股 那值得也是其中的一支 那盘中也差一点快拉到掌停板 那收盘的时候 这个稍微拉回一下 今天这个表现也是很强 那全球传动 是其中的一支 那就是上个礼拜五 在这边跟大家推荐提醒 今天拉上掌停板 好那另外有盟利 盟利是上个礼拜 我非常强的股票 今天续涨 那这个量放大 所以它的这个线形非常漂亮 就是说应该不会就 就此罢休 这个因为它的底部打得非常漂亮 你从周线来看的话 也是非常一个漂亮的底 所以它不可能就做这么两三下就结束了 所以它未来高价仍然可以期待 好穆德是我们在3月18号的时候 那时候说葛日松的这个标的 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又继续往上攻 来到了382.5 那表现仍然是相当不错的 郁金光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今天涨了10.5元 这个我们这间推荐以后 连续慢慢慢慢涨 涨了 连续涨3天 那今天盘众已经突破了500块 所以这500块 未来绝对不是高点 就绝对所以会突破这个500块 继续往上进攻的 好那台达电今天拉回 就是前两天 前两个营业率很强 那今天这个受到这个隔日冲拉回 拉回整理一下 仍然会有这个机会在持续在往上走 因为它的这个底部非常漂亮 这个底部整理了非常久 而且它的这个题材非常多 它有有绿能的 有这个电源供应器的AI概念股 都包含在内 好艾马斯科技 那目前呢 应该是呈现在这个 350到这个390之间做箱形整理 那今天表现仍然非常强 因为它是一个AI概念股 它是最纯最浓的50% 等于说都来自于AI概念股 那所以这支股票可以持续注意 好那这个是它的循环水溢冷的这个方案 它的整机机会的这个解决方案 好那自胜今天也表现不错 就是稍微往上再持续 那它未来的可能是在这个145到110之间 箱形整理 那这是COAX概念股 就是未来因为这个先进封装呢 会持续的这个燃烧这个题材 所以这个设备股仍然不会寂寞 好那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这个光宝科 那光宝科这个突破以后拉回 拉回只要不跌破这个110块 仍然是强势的这个表现 那看起来很像是这个AI伺服器 那段时间整理完了以后 要往上攻的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上次上上礼拜 我跟大家讲液态 那今天又拉出一根涨平板 非常强 那这个因为它就是重电概念股 台电的这个涨价的概念股 是 那这个股价非常非常低 才只有20块而已 那这个底部打完以后呢 会持续再继续往上攻的 可能性非常大 好那高际受到那个隔日冲 将今天拉回拉回整理 那只要在这个不跌破这个季线 那仍然是可以持续往上攻的 是好那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三幅化工 三幅化工这个是2月27号 在这边154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那整理了一段时间以后 今天终于又拉出一根这个红K线 突破了154 那感觉呢好像这个阻力好像要做了 那整理完毕以后就是要往上攻 三幅化工 所以这只股票可以注意 一拳这个线形非常的漂亮 在整理了非常久的时间 突破了上升三角形 今天拉出这个红K线 第一根不是第一根的 应该是第二根 那盘中有拉到涨停板 所以这这只股票非常的强 那它是全球第一大的LED导线价工艺商 那线形非常漂亮 原来有高价可以期待 那优群是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讲 那它的技术非常好 因为它是做DDR5的这个厂商连接器 它是全球唯一通过 全部测试要求的一个厂商 就是AMD的这个AI商机呢 也就是采用这个 DDR5晶元 没错 DDR5的这个HBM的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目前股价 来到这个相形这个上元 可以仍然可以持续注意 好 我们挑选好的股票 挑对进场的时机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析 也不要忘记加入老师的Line 才不会错过老师分享的标股资讯 好的 要你孤张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赞订阅、留言、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